同學們,我們現在要把 為什麼要解連立為分方程式的原因 介紹一下,解釋一下 塗布工程裡面 任何力學問題都有類似這樣的問題 例如,塗布工程裡面的兩個樓層的問題 我說,我現在這兩層樓的樓盤 有一個在這邊,有一個在這邊 我現在要模擬這個樓層的 有兩個樓板的震動問題 有兩個樓板的震動問題的模擬方式 我就是把上面這個樓板的質量 模擬層M1 然後這個樓板的質量模擬層 上面模擬層M2,底下模擬層M1 這個所謂的彈性的行為的部分 因為裡面有鋼筋 鋼筋的部分會提供一些彈性的行為 那些彈性的行為的部分 我就給它一個等效的彈性系數K1 這個二樓的部分 有一些等效的彈性系數的行為 跟這個彈性行為有關的 有一個等效彈性系數K2來模擬它 那有一些裝置是吸收能量的 如果它沒有特別去安裝阻尼器 因為阻尼器安裝上來的話 這個房子比較不會壞掉 就是沒有避震裝置 其實它還是有一部分的行為 是類似那個吸收能量的裝置 就有一個阻尼器在上面的概念是差不多的 把那個吸收能量的 因為房子本身 例如它有一些裂縫提供的 房子搖晃的過程當中 裂縫會用摩擦力吸收它的能量 就是房子本身 能擁有一部分的吸收能量的裝置 那個可能是來自於裂縫 那一部分的吸收能量的行為 用等效阻尼器數C2跟等效阻尼器數C1來模擬它 好 我們所看到的問題 變成是右邊所看到的兩個指點的 這個聯力系統的問題 這樣的一個聯力系統 你怎麼樣解它的答案呢 我最後來解它的答案就是說 我想要知道說 如果這是一種垂直振動的行為的話 我想知道底下這個垂直振動位量 跟上面這個垂直振動的位量 的關係是什麼 我想知道這個位量有多少 我想知道這個位量有多少 你要怎麼知道它的位量有多少呢 你必須要去解底下的聯力方程式 這個聯力方程式是由 牛肚第二運動定律找到的 同學們其實可以 藉著牛肚第二運動定律 推導出底下的聯力微分方程式 不過底下這個聯力方程式沒有考慮到 阻尼係數的影響 上面這個阻尼係數 或是說那個阻尼裝置 阻尼機制 跟阻尼有關那個mechanism 是沒有考慮到的 這邊沒有看到那個西外西吐的影響 因為同學們在目前這個階段 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說 怎麼樣去解這個聯力的微分方程式 所以它的推導我們就暫時不去看它 不只我們土木的工程 對聯力的問題很關心 像那個飛機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看到的那個模擬 這模擬方式一開始的時候都用最簡單的 說這個飛機的部分 它有兩個主要的翅膀 兩個主要的翅膀 有人就把它模擬成 先模擬簡單 先模擬成一個個兩個指點 機身呢 機身也可以模擬成一個更大的指點 然後中間有一些連接的彈簧 他就先模擬這個問題的震動行為是什麼 汽車也是啊 很多很多做法 先模擬簡單的 房子也是 房子這樣模擬其實還是不夠的 但是你要知道一些大概行為的話 這樣做是可以的 以上是這個問題的一個說明